安博澳门,市民日报澳门,2021年5月27日 信用卡被导用案月均90中,疫情下网构成大趋势 信用卡导用情况随之增加,信用卡于网上被导案件 以往平均每月只有15中,但由去年开始逐步上升 至今升至每月平均90中 警方呼吁居民,谨慎选用安全有信誉的移动支付服务 以免黑客透过漏洞盗取资料 司警资讯罪案调查处,处长龙汉威,中银澳门数字金融部 银行卡中心副主任李施耀,同中心高级产品经理罗立邦 昨日出席澳门电台时事节目《澳门港场》,探讨预防网络犯罪 网上消费注意平台安全管号资料,有听众担心绑定信用卡会否存有风险 龙汉威表示,信用卡资料被导用在网上消费的案件 今年第一季录得264宗,同比增加208宗,涉款预360万元 根据分析,有关案件由去年10月开始,有上升趋势 以往平均每月15宗,至今上升至每月平均90宗 上升原因主要在疫情期间居民网购增加 部分居民安全意识不强,导致信用卡资料外洩 同时,导用信用卡犯罪亦教传统侵材容易实施,同逃避警方追查 他继续讲,以往不法分子导用信用卡在网上消费 主要是订购住宿等,近期转变为网购电子产品 名牌衣服等贵价商品,相信是令立案案件增加 以及涉款金额和比星幅明显的原因 他呼吁居民在网上消费时,应注意交易平台的安全性 妥善保管信用卡资料,设物点击不明可疑电邮连结等 龙汉威又指出,各种移动支付需为生活带来便利 但亦存在风险,建议居民谨慎选用安全有信誉的移动支付服务 信用卡不应该绑定太多的支付平台 定时更新移动支付页,以及在旅行期间安装的移动支付页应适时移除 将网上消费额封顶有助降低风险 对于听众提到调低网上消费额度,以减低风险 李斯耀表示,部分客户要求调低额度 至于调低幅度,要视乎用户的消费习惯 他认为将上限封顶有帮助 只要客户在分行办理就可以 银行亦会配合客户要求调低消费额度 罗立邦表示,当银行发现可疑交易数据时 例如交易集中于某些商户 银行会进行数据分析,当发现交易異常 银行会在信用卡系统布置,风险规则 拦截可疑交易,若核实用户交易被导用 会协助客户办理挂室服务 另外,银行亦设有24小时值班人员监测交易 以处理客户查询 他指出,部分居民信用卡被导用涉及跨境网上交易 银行同发卡机构需时处理争议 大约需一至两个月才可完成 裸撩索案趋升首季接二十宗报案 龙汉威又说,虽然信用卡的防疫技术 同数字化交易不断增加安全性 但仍有一些网上消费平台 为便利客户消费 不需要消费者使用一次性短信密码等 信用卡资料被导用的情况仍不时发生 有听众提到关于裸撩索案件时有发生 警方有什么对策 龙汉威表示,随信用卡被导用网络消费案件外 近期关于裸撩索等犯罪案件也有上升 首季接获二十宗裸撩索案 被害人网上交友后 被骗徒以不同的理由要求用户安装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 摄取被害人的通讯录资料 在裸撩时,拍下影片撩索用户 他指出,即使用户删除软件,亦难保资料无外洩 另外,由于通讯软件涉及海外,追查有点难度 他提醒市民应谨慎 切勿下载不明应用程式 或扫描陌生人提供来历不明的二维码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